好立啊,好立啊,我們主委這裡大家早安 好立啊,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早安 來安靠李,繼續來廣告台南的雍首紀念 我們安息日早上依舊講到大人的勇士紀念 我們現在要來廣告叔叔紀的第八章 我們今天依序講到四世紀第八章 就是他們在破這段間,來應過特人太了美典兩的王 他們在波折當中贏了冰人,殺了米電兩個王 我們經費的公告四十幾八章的四節 我們上次說到的第八章第四節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第五節 請看第五節 今天對蘇瓜人說你們拿拼來給金隊我的人吃 因為他們都批發 我們對關美甸人的兩個王三八和三五哪 在這個來這裡他們已經來度過了約旦河的這個約旦河已經來到東邊 他們現在已經度過約旦河來到了東邊 所以來到這個地方 來到這個蘇瓜 他們來到了蘇哥 這是在約旦河的東方塑這個家徒之派 他們是約旦河東邊屬家德之派 在這個亞伯河的北邊 在亞伯河的北邊 這個時候 這個世伯河的三木哪 這兩個美甸的王 他們帶到一萬五千人在逃走 這時候呢 米店兩個王西巴和三木哪 帶領著一萬五千人在逃亡 美甸帶三百的人在逃亡 機店帶領三百個要追趕他們 其實說起來這是很風趣的事情 說起來看起來是很諷刺的事 這點的人而已 我照理說應該反逃這三百的全部都照片不太對 按道理說應該是要返回去 將這三百人給殲滅掉才對阿 但是我們說這都有神的作為 但是我們說這都是有神的作為 神給人的心消化 哇 你就什麼都沒辦法 神死人的心消化 你什麼事都無法做 來我們看這個第六節 請看第六節 蘇瓜人的修領就回答說 世伯三木哪已經在你的手頭 你讓我們總拼 讓你的軍兵嗎 哇這個蘇瓜的修領 這就是通知者俗教啦 而蘇瓜的首領就是統治者 是首領 他在說還是用一個反諷的口氣在說 他們是用反諷的口氣在訴說 欸 啊這個 這兩個王 世伯三毛 怎麼都已經在你的手頭阿 他說西伯三木哪這兩個王 都已經在你手裡了 蛤 因為 他根本就沒相信這個基殿 帶三百的人 可以打贏美殿這兩個王 他所斷贏一萬五千人阿 因為他還無法相信基殿 帶領三百個人 戰勝了米殿這兩個王 所帶領的一萬五千人 這不可能會贏嘛 是不可能戰勝的 欸 啊並且他現在很怕是怕什麼 你去高校打輸的什麼 啊 我現在來幫你幫助 他就想說你現在去 如果打輸的話我可以幫助你 啊不 我現在幫你幫助 我現在幫助你 喔 這樣我什麼有事呢 我卻惹禍上身 這高校美殿人來齁 你跟我們報福啊 我是生殊不棄啊 這到時候米殿人來報復我 我承受不起 所以齁 他們乾脆就有什麼 我急著 所以乾脆拒絕 我急著幫助美殿跟你們這三百的人 他就拒絕幫助基殿 與這三百個人 意思是說齁 不用水利啦 你要去忙你的吧 啊 反正齁 我們向我們欺負已經欺負七年了 反正我們被欺負已經被欺負七年了 這我們算齁 習慣習慣了 已經習以為常 現在如果煩恐齁 可能會沒命喔 如果現在反抗可能反昭沒命了 所以齁 整期齁 我都沒有參與 我乾脆就不要參與 這樣齁 可能會比較平安 或許會比較平安一些 齁 啊 你想這基殿面對著他們這個齁 啊 這十二字牌 大家都是算兄弟齁齁 基殿面對這十二字敗 如同弟兄的這些人 欸 要近年說跟你說這個話 他們卻對他說這樣的話 好 我們看第七節 請看第七節 基殿說 這兩種啊 基殿都是一種齊的灌木 這些都是指著有刺的灌木 植物 植物 欸 啊 他說這個啊 植地齁齁就是礦雅啦齁 野地就是指著礦野 其實他這樣講的這個 這個刺胸 像我們所想的這個刺胸是不一樣喔 這裡的打傷你們 跟我們想像中的打傷是不一樣的 他在形容的是齁 他們裁這些齁喔 石仔的喔 這枯是不一樣的 這麼說 ta instali 它們就像如同在 連蛀出開的 策选一樣這樣 從上面揉過去 所以齁 這句話啊 在第七節 在吳政黨的 日本 arma 你機節在裏正正中的一本說 這九天高在我的手 那 Shawn 他說主若將西班和撒木吶交在我手中的那時候 我就要將你的肉 我就要將你們的肉 將這個鴨地的金條和紫脊 將野地的荊棘和紫脊 他要把他們揣在一起喔 把他們揣在一起 所以他這個意思到底是在說什麼 意思是指著什麼呢 因為他這個人齁 在打莊架一般的工具 而以色列人在用莊架所使用的工具 這是兩塊插棒黏著火 是兩個木板夾在一起 接連在一起 那木板就倒很多尖的石頭 在下面就裝上很多尖銳的石頭 就是說這個木板的木板有倒很多尖銳的石頭 在木板下面有許多尖銳的石頭裝著 他現在要打莊架的時候 當他們要打莊架的時候 他就將這個木板有造頭的那一面 就將木板有石頭 有石頭有木板的那一面 對一旦那個莊架上面 將它壓在莊架上面 那如果有人背去打在那個木板上面 而人呢就踩在木板上面 用這個動物 譬如說用牛啦 用鯉啦 來拖 就利用 動物 鯉或馬 來拖 欸 牛 牛來拖 欸 啊 這個木板在這個莊架上面 來回這樣硬過 而木板在莊架上面來回的輾過去 欸 這樣讓這個倒穗 就會脫落 讓這個倒穗 藉此脫落了 欸 啊所以他這個大家說的 打傷和我們所想的打傷是不一樣喔 所以這邊的打傷跟我們想像中的打傷是不一樣 他就是說 如果我 這兩個王子交在我的手頭 他就說假設這兩個王交在我手中 這樣我回來的時候 我回來的時候 欸 這樣我要將你這個手掛什麼的修領 我就要將 蘇割成這些手領 欸 要將 你這些手領 把這個 金條和紫籍都放在一起 就將你們這些手領 跟這些金籍和紫籍放在一起 欸 啊 用這個打傷的鋼曲 把你們 啊 輾過去 用打妝架的工具 將你們輾輾過去 欸 所以你看喔 你在那肚子 我當然是要把你拔下 你才不會掙扎嘛 齁 我就是將你捆鎖住 放在地上 讓你無法掙扎 啊你 這兩種都是 有刺的灌木 這兩個都是 有刺的灌木植物 欸 啊你都放在一起 將它們放在一起 啊你 你用過之後 你的肉就像這個 有刺的灌木齁 都 黏著火 你輾過去的時候 你身上的肉 就跟這些金籍 黏在一起 欸 啊 那上面這個木板 又有尖銳的石頭 而這個 上面的木板 又有尖銳的石頭 人站在上面 而人是站在木板上面 那一回 這樣 捏過 就這樣來回 反覆的捏過去 那不是太傷 那個不是受傷了 那是會死得很慘 那是死狀 或是悲慘 欸所以你可以想想喔 那種是什麼樣的死 我們可以去想像那種死法 是怎麼樣的死 欸 可以說是 哀嚎非常地吃辣 現場可能都是哀嚎片生 喔 所以齁 這不是好死喔 是非常壞死喔 這是非常蠶死的一種狀態 喔 所以齁 祭殿可以說非常地氣 所以當時祭殿的是相當地生氣 喔 他說 你 我現在已經很疲乏了 我現在已經很疲乏了 欸 我近對我的三百的這個兄弟也是一樣喔 跟隨我三百位弟兄也是如此 我現在不是要求你們參戰耶 我現在不是要求你們一起來參戰 我現在不是要求你們一起來參戰 我現在是要求你們提供食物 我現在只是提供 希望你們提供食物而已 來幫助我們 來幫助著我們 欸 你來想打敗得人 這樣說只有我們有好處呢 難道打敗敗人 就只有我們有好處嗎 你們在約旦河東這根本這就是 啊 最直接的受益人 你們在約旦河東就 當場就是比較實質的受益人 欸 你要考慮喔 當時神所應許給他們的土地 當時神所要應許給他們的土地 其實是不包括約旦河東邊 是不包括約旦河東邊 但是當時是沒有生 或是他們來的時候就說 啊 他們這三個旦 旗派像這個家庭 他們這裡他們看過 哇這裡這裡很好 馬拉西半旗派說 哇這裡這麼好 啊我們要在這裡 而在那時候呢 摩西和約蘇亞來到這個地方呢 其他三個支派 馬拉西 加德就覺得這個地方相當的美好 欸 啊這裡可 他們就要求在這裡啊 他們就要求在這個地方 喔 其實這不是當天神 不是神 應許要給他們的 而這 這不是神當初所應許的地方給他們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 你完全你這個土地沒有天線 因為 當時的地理環境沒有所謂的天線 也沒有山也沒有河都沒有啊 這一馬平川就像現在俄羅斯要打烏克蘭一樣 就是一片都是平原 就像如同現在俄羅斯打烏克蘭同樣的狀況 所以他的鎮甲部隊一聲就可以過來 所以他的裝甲部隊一下子就可以橫掛過去 所以當然是這外幫人要來打他們也是一樣的 當時他們外幫人攻打他們也是如此的狀態 欸啊所以 欸啊結果現在你看 這個手掛誰的人 近年說 喔 喔沒有沒有 這這我沒有幫助 可是呢 當時的蘇哥成的人卻選擇不幫助他們 喔啊所以這個 齁 紀電可以說非常會受益 齁 所以紀電當時是相當的生氣 好來 我們看第八節 請看第八節 所以紀電就還對那種到碧武依樂 對那的人也是這樣說 啊這個碧武依樂的人 也是參加蘇哥的人 回答他的話一樣 這個碧武依樂的這個地方 這也是家庭支牌 而碧武依樂也是屬德嘉德支牌 他這是在蘇哥的東邊八公里 這在位於蘇哥成東邊八公里的地方 這個地方在比較大戰爭發生的地方 差不多八十公里 而距離當時戰爭發生的地方 距離有八十公里的遠 齁 所以 他說 那也是這樣說 可是他們卻也這樣的選擇說 欸 就是說這就是 在第五節 這個紀電所要求的說 啊你拿一些實物齁 拿一些拼 來給我們 就如同第五節 基電對他們說 希望你們拿些餅 來給我和我跟隨的人 欸 給我們可以吃飽 這已經 搖到不開了啦 齁 已經餓到發慌了 希望你們拿點東西給我們吃 啊 要怎麼去參得人戰爭啊 現在我們如何 再去跟敵人爭戰呢 欸 啊但是 第八十個秘魯依樂的人喔 欸 回答的 近年參所掛誰的人回答的 都一樣 可是第八節 秘魯依樂的人 的回答 也是跟蘇哥成的人的回答 是一樣的 欸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他也是認為說 嗯 啊你基電所 大約的這個齁 不就是 一小隊的農賓啊 而他們當時認為 基電跟他所帶領的三百人 是當時所認為 是些農賓 這 基本就是 專業的這個齁 的 的特政部隊啊 他看他們不是什麼 專業的征戰部隊 喔這沒有啦 你 你這就是 造新人出新的啊 你們都是務農出身的 欸 啊你要去抓到 這米田兩的王齁齁 啊我看這機會沒有大 你要抓取米田這兩個王 這個機會 達成的可能性不高 欸 不要說要去抓人兩個王齁齁 可能 你們家都會去讓你抓的 比較大部分 不要說抓兩個王 你們 你們反倒可能會被抓走 欸 所以 一樣基電 沒要 他們同樣拒絕 喔 阿所以齁 為什麼基電在這裡要求實物來補充 這邊基電為什麼要求食物上的補充呢 因為基電所帶領的這些人 他們當時為了快速地追殺這些米店人 沒帶很多的補給品 他們身上沒有帶許多的補給品 他們當時也期待說就算我過了約旦河東邊的時候 這邊也有我們一些的同胞 那個地方也有我們以色列的同胞 這應該約旦河東邊的一些人可以給他們提供補給 他們就心想說在以色列東邊的這些支派的同胞呢 可以提供他們食物上的補給 想不到他們吃的人都只想要製薄啦 可是他卻沒想到當時的人都卻選擇自保 完全自知不差 遠遠的自知不理 喔 讓這基電可以說非常憤怒啊 讓當時的基電相當的憤怒 所以你給他想喔 今天你如果是神所選擇的基電 想一想我們今天如果是神所選擇的基電 我今天為了以色列人拚命 我今天為了以色列人拚命甚至願意赴死 但是約旦河東邊的以色列人 可是約旦河東邊這些以色列人 他們連食物的補給就不肯給我 他們連食物的補給都不肯給我 這說起來他是要獨善其身喔 說起來他是要獨善其身 這也是對經國以色列民族的一種背叛 這也是對整個以色列民族上的一種背叛 喔 等一下 你今天我們如果是基電 你是什麼樣的這個想法 今天心想我們如果是當時的基電 我們心裡作何感想 我做神的工 就要沒到生命的避險呢 我做神的工要冒著生命上的危險 也不是為了我自己呢 為了也不是我自己 這是為了眾人的好處喔 是為了以色列眾人的好處 這還有別人 這些兄弟 這種表現 可是兄弟們卻是這樣的表現 你來看敢會含心還是不會 心想他心裡會含心嗎 哇 這一定是非常艱苦 心想他心裡是相當的難受 不是只有艱苦而已 又是非常憤怒 不只難受更是更加的憤怒 喔 所以你看看他第一次是這樣說 我們看第九節他是如何說 他說他就像避路醫療人說 我若平平安安回來的時候 我這才會跳飛這個樓 他在說這個避路依樂樓 這個樓是在做什麼 避路依樂樓這樓指責是什麼 他這是用來在手忙 跟這個避難用的一個塔樓 它是用來鎖望和避難的一個塔樓 他這個樓的鎖子 是用鎖頭來貼起來 而這樓的牆面是用石頭所堆砌而成 所以鎖起來也算這麼用 鎖起來也是相當的堅固 所以可以爬到上面看這個情形如何 還可以避難 他可以爬到上面觀望這個狀況 以及作為避難的場所 他如果回來了 我要將這個樓拆掉 而紀念說 等我平平安安回來 我必拆毀這個樓 我意思是說 你們在這裡很安全 我告訴你說 我要讓你這個樓拆掉 讓你拆掉這個安全的保障 你們認為這個地方是安全 等我回來的時候 我就要將這個城樓拆毀 讓你們失去這個安全的保障 這樣你才會參與其他的支牌 做會進退 這樣你才會跟其他支牌一同進退 那不然你獨散其身 別人就別人插插他去死 你就自己獨散其身 任憑其他人的去活都不管 對啊 你這種心態 好 我回來了 我要把你拆掉 你有這樣的心態呢 我一定回來 把這個樓給拆毀 好 來 我們看第10站 請看第10節 那個時候 世伯參參謀哪 跟近對他們的軍隊 都在家國 差不多1萬5千人 就是當方人全軍所村下來 已經比台有12萬鐵兜 所以他說 他們這裡 都來到這個 他村下來的這兩個樓 跟住了1萬5千人 這邊這兩個樓 剩下所帶領的1萬5千人 現在齁 都在家國這個地方 他們都在家國這個地方 這個家國呢 就是在西海的當中 大概160公里 就是位於十海東邊 約160公里 已經接近米甸人 因緣來基大的地方 已經接近米甸人 所原居住的地方 以這裡說 這個當方人全軍所村下來 已經比台有12萬鐵兜的 比台 說這樣是很好聽啦 其實不是叫他這個人台的啦 所以呢 這邊說 東方人所剩下的軍 被殺的約有12萬拿刀的 其實不是被他們所殺的 都不是一些人台 是他們自己 鐵兜 給上斬 給上台 台是12萬 是他們拿起刀來互相殘殺 被殺死的約有12萬 喔 所以這個基電的 這三百的士兵 一個也沒有死 所以這基電 這三百個士兵 一個都沒有死 他們只是在那奔角 在那乎陷 他們只是在那邊吹腳 呼喊而已 喔 說什麼 耶爾法和基電的刀 在那邊呼喊著耶爾法與基電的刀 他們這些人 聽了大家正身 測亂 刀要殺人 大家互相互白胎 那時聽到的人 就精神錯亂 拿起刀來互相的砍殺 哇 所以齁 你給他看 說 這是一個很大的信領 我們看起來 這是一個相當大的神蹟 但是你要考慮一點喔 但是我們要去想到一點 米電 這兩個王 現在所担任的 還有一萬五千人 這時候米電 兩個王 所帶領的還有一萬五千人 啊基電 比較帶三百的人 而基電所帶領的 卻有三百個而已 所以米電人的兵力 現在是基電的五十倍 而這個米電 他們的兵力呢 是遠遠高過基電人的五十倍 哇 你說五十倍 這是 這是要怎麼抬啊 要怎麼打 懸殊的五十倍 是要如何去做攻打呢 你一個人要抬五十個喔 算起來是你一個人要 殺死對方的五十個人 喔 啊這 這是 這是什麼戰爭啊 這是什麼樣的戰爭呢 喔 當然 當然我們現在說 現代化的武器是 沒什麼問題 喔 如果說是現代化的武器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欸 過去他們拿那個刀 在打的什麼 你跟我說 一個要怎麼抬五十個啊 可是看他們過去所拿的兵器 是拿刀子 是如何一個 要殺死五十個呢 喔 但是我們知道 這都 這戰爭這就是我講的 這都是不公平的戰爭啊 所以這都是我當時所說的是 不公平的戰爭 因為是神 蓋入在這個戰爭中間 是神介入這場戰爭了 欸 啊所以齁 就讓這個敵人 自己互相擊殺了 就讓這些敵人呢 互相的 自相殘殺 啊 啊 啊 病請他現在給米甸兩個王 甚至一萬五千的人 是什麼 心都消化 而神使這兩個王 和當時所帶領的一萬五千的心 都消化了 啊所以才會說這樣 那後面也三百的人 照說是 停下來那等 好來 你又來啊 來我等一下全部都走 照道理說 他們應該是要回頭 看這些三百個人 停下來等他們 等他們來再一通 朱殺他們 應該是這樣不太對 照道理說的狀況 應該是這樣子才對 啊結果剛才都倒兵 可是情況卻是相反 所以這個人的心 如果消化齁 哇 你什麼就沒辦法了 如果人心消化什麼事 都無法去達成 好來 我們看十一節 請看十一節 基電 按這個挪巴纏這個 約比合當兵 按大中壁的人露上去 派拜米甸人的軍兵 因為他們貪念不怕 其實齁 這聖經的翻譯這個是這樣 齁 你 你雖然翻譯很中文 聖經 雖然翻譯成了中文 我們每個字都知道 我每個字都知道 但是讓他翻譯之後你看看 你現在一頭霧水 翻譯完了整句看一下 你很容易一頭霧水 他都有說 但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他每個都有說 但是你卻不懂當時的狀況 所以齁 這也是要改遂才會知道 這也是要經過解釋才會知道 他說基電按這個挪巴 這個挪巴就是在基烈山的東邊 而基電就有挪巴 挪巴就是指著基烈山的東邊 他說齁 跟這個約比合 這邊又說到約比哈 這是秘魯一路的東南25公里的地方 是秘魯一路東南25公里處 他說齁 按這個地方 他說按住站邊的人的路上 這邊說 從住站棚人的路上 這意思就是說齁 這過去有這個山隊 有這個棚車齁 在走的路 是指著過去有山隊有棚車 所會避行之路線 這是在約彈河東邊的一條交通的大道 而是指著約彈河東邊的一條交通的要道 所以這個時候 基電是沿到這個 商旅的這個 商隊呢 在走的路線 而基電就沿著當時商隊所行走的一個要道路線 向著東南在走 往東南行走 他要來豬冬村的 在走的美甸人 到嘴桿逃走的這些米甸人 他說 這些米甸人呢 他說什麼 這些軍兵說 坦然不怕 這邊說 這些軍兵呢 他們坦然無懼 坦然無懼 照說應該是 環島上基電三百人台詩 不才對 照理說 他們應該是要返回去 將基電與這三百人殺死才對啊 所以 這是什麼 這是翻譯的問題 這是翻譯上的問題 這就是說 米甸的這些軍兵 是米甸的這些軍兵 這15000人 他說 哇 到這裡就安全了 他們就心想說 來到這個地方呢 心想就安全了 因為已經接近了他們的老家 因為已經接近他們的老家的環境 並且齁 這基電 照說 也不可能可以 力上陰 他們也心想說 後面的基電呢 照理講應該不會追上他們才對 喔 所以齁 他們整個奉陪的心 都放下來 他們整個防備的心呢 就放了下來 我們是離開老家 要去 打以色列人 我們是要離開老家 去攻打以色列人 那以色列人 這是什麼民族啊 以色列人算什麼樣的民族 蛤 那根本我們就看他沒有去 都放我們欺負的嘛 我們根本就看不起他 一直都 受我們的欺負 奇怪 啊這位子打開 大家都在欺負 這樣啊 可是這次去打 大家怎麼說精神狀況都混亂了 欸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 回到老家的地方了 可是現在我們已經回到老家這個地方了 你 以色列人好等你來啊 以色列人 你們有膽就過來啊 我現在就安心了嘛 我在這個地方我就安心了 欸 所以 沒有那種驚慌的 所以他才說坦然無懼啊 所以這邊 他們沒有懼怕的心 就是指著他們現在坦然無懼 就表示 欸 想不到說 哇 忽然間這紀念說 透過這個齁 這 生理人在驚的這個大道風 欸 又又又來了啦 他們卻沒想到基甸沿著這些 商隊的路線呢 跟他們追趕的過來 哇 這 這實在是人家說的 史料不及啦 是他們當時的史料未及的事 喔 他不知道說 近年會發生這個事情啊 他們不知道 竟然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欸 啊 本來 都坦然無懼 本來都坦然無懼的 喔 啊 已經都失落那個 驚慘的驚慨 都已經放下了警戒的心 啊 這個時候 看到基甸沿著三百的人 近年 忽然間又出現啊 這時候看到基甸沿著三百的人呢 又出現了在他們的眼前 哇 結果呢 神 給他們吃的人啊 哇 大家 嚇一跳四山啦 神呢 使這些人看到這個狀況 就都示善了 喔 大家都齁 尊先恐嚇要逃走啦 大家尊先恐嚇要逃走 喔 啊如果沒有啦 照十一在這裡說的 賤人不怕 應該是外國基甸沿著三百的人 要慘慘了呢 如果按照十一節所說他們坦然無懼 照道理說是基甸與這三百個人 到時候是會遭殃的才對 喔 但是 不是這樣呢 可是情況卻非如此 來 我們看十二戰 我們看第十二節 三百三五哪 都走 啊這兩個王子 說是要走大聲啦 這兩個王呢 卻是跑第一 照理說這兩個王 應該說 聽我的合靈 基甸這三百的人 全部要讓他們 有來不倒回去 應該是這兩個王 當時要下令 下令 讓基甸這三百個人呢 有來無回 應該是這樣才對 是這樣下令才對啊 啊結果說 這兩個王子說 大聲走 可是這兩個王卻選擇先逃跑 欸 啊你 王都先走 啊你說叫下的兵 說 啊我 我先來頭前等你們好消息 你選擇逃跑 卻跟你手下的人說 我在前頭等你們的好消息 啊你去參謙前 你們去跟他們爭戰 這什麼道理啊 這聽起來是什麼荒謬的道理嗎 欸 對啊 啊這 所以這個 這根本這就是 啊 這王啊 先走走 下的兵 就整個心都容易了 如果王選擇先逃跑了 下面的軍心就患散了 喔 啊所以這個時候啊 基甸就堆光陰啊 這時候基甸追趕他們 欸 結果說他抓住米甸這兩個王啊 他抓住了米甸這個二王 欸 這個 三八三五哪都給他抓到 啊蠢的齁 其他人 全部招了了 西班和三木哪 這兩個王被 基甸抓住了 手下的 他手下的這些兵呢 全部都釋散了 啊沒人說齁 要保護王啊保護王 他們沒有選擇要保護王 欸 要保護什麼 他就都帶先走 我要保護什麼 要保護什麼 他都選擇先逃跑了 我為什麼要選 要拚命的去保護他們呢 欸 照理說王應該不就是要 一馬當先說 讓你們先走 我後面撞捏 我應該是說 應該一馬當先去 鎮住這個局面 讓這些兵先逃走才對啊 對啊 啊這 這還不是 都他要帶先走 結果不是 他們都選擇先逃跑 喔 啊所以齁 人家說 主國以來戰爭啊 四個都會比較大頭兵最多 而至谷雅的戰爭呢 死罪都就是手下這些的大頭兵 欸 啊真的 這個將軍死的都很少 將軍死的確是很少 啊 因為他都在後面 因為他都在後面 發號施令 喔 在後面都比較不會死 在後面比較不會遭殃 喔 啊所以齁 不怪都會發生這個狀況 難怪都會有這些 場面來發生 啊 現在這兩個王 哇 真不幸叫基殿抓到 我這兩個王不幸被基殿抓住了 喔 來我們看十三站 請看十三節 對 若阿四的兒子基殿 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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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會想到一個問題 我們都會想到一個問題 我母親只會給我生兩隻腳 不是生四隻腳 我母親怎麼給我兩隻腳 而不是四隻腳呢 因為全世界動物要走快 一定要四隻腳 全世界動物跑得很快的 都是擁有四隻腳 那兩隻腳絕對跑不快 兩隻腳絕對跑不快 就要四隻腳會快 要有四隻才跑得快 你不要想說腳多就跑得快 那驚天腳很多他不是跑得快 武功腳很多可是卻跑不快 那算是太多 那叫太多了 所以要大四隻在跑 很快 要剛好四隻這樣跑得才是最快 哇 結果呢 這兩隻腳 叫基電抓到了 這兩個碗被雞電抓拿住了 他說按那個 雞烈絲坡這裡倒回來 這邊說他從雞烈絲坡上回來 他說這個地方 很有可能是要去搜刮的一條 一條三峽的下坡路 這可能是要前往蘇哥所屬的三峽下坡路 這條路不是基電 要去對三米電這兩個王 所走的路 這條路不是基電去追殺米店人 所走的這條路 所以他現在抓到這兩個王 要走回來所走的路參觀 要去的路不一樣 他昨天拿著兩個王 回來所走的路線 跟要前往的路線 是不一樣的 你怎麼知道是不同呢 因為基電要走回來 飛燈 他是大生到蘇哥 而基電他要回來 首先到了蘇哥 後面再到秘魯伊勒 而後面才會到達秘魯伊勒 所以 如果照醫院來路回來 如果按照他的原路回來 應該是要大生到秘魯伊勒 是應該首先到秘魯伊勒 這個地方才對 後面才會到蘇哥城 後面才會到蘇哥城 所以你按他的廟下的順時 你就知道說 他飛燈所走的路 參醫院去的路是不一樣的 所以呢 根據他聖經上的描述 他說到王所回來的路線 與他去追趕王所走的路線 兩條是不同的路線 所以齁 託聖經 你就是要託到這個程度 你讀聖經去理解 要到理解到這種程度才對 喔就是說 按照他廟下的順時 你就知道說 他所走的路線是不一樣 按照所描寫的順序 你就可以知道 他所走的路線 是不同的兩條路線 喔 他現在齁 好不容易 已經抓到這兩個王了 激電好不容易抓到這兩個王了 喔 抓到這兩個王 當然這兩個王 他就知道說 這聲音沒名了 這兩個王心想說 這下生命保不住了 啊 因為 通常這個王抓到齁 都是不死命的 通常王被抓住的時候 接下來就是性命難保 喔 來 我們看十四站 請看十四節 這個時候的紀念齁 再來抓住 蘇瓜的一個年輕人 他來問他說 蘇瓜的修令 丟肋是誰 他就從修令到丟肋 這七十七的名齁 都寫出來 喔 這十二是要跟你說什麼 這節要告訴我們的是什麼呢 喔 這基電齁 他抓到一個少年人 基電他捉拿著一個少年人 當然就是把他問口經 拔問 這個蘇瓜 這個修令長老到底是什麼 就比喻問他 蘇哥 這當中的首領和長老 分別是誰 結果這個少年人 將這個 修令長老 七十七的 人名都寫出來 這個少年人 將首領長老 七十七個人的名字 全部寫出來 喔 所以這節 他要跟你說什麼 這節是要告訴我們什麼 第一 第一點 這個少年人 他有讀書 他有抹理 他有抹理 這個少年人是有學問的 是識字的 所以齁 他會寫字 所以他會寫字 第二 第二點 他有參與社區的活動 他有參與社區上的活動 所以齁 他也知道這些修令長老的名字 所以他知道首領長老 這些人的名字 他如果像我們現在說 他都做宅男 如果現在是 換成我們現金的宅男 他就還沒有在聚會 他沒有在聚會 他沒有在聚會 蛤 他都只會上網 只會怕電動 他只懂得上網 懂得打電動的話 都只在玩手機 只是在滑手機而已 有時候我們問說 啊你們教會有哪些人 如果你問他說 教會有哪些人 那我就没在做过教会有哪些人 我就没有在聚会怎么知道教会中有哪些人呢 欸 啊现在上人府政府 上人做肯定上人做祝福团宗 他统统不知道 你问他注目传道负责人等等的人的名字 他都不知道 嘿 所以这个年轻人标词上 这个有多少喔 表示这少年人呢 他有读书 诶 并且有这些仹部在这个社区来里的活动 并且他有参与社区当中的所有的活动 所以這個丟肋修理的名字他都知道 所以他對首領長老的名字都很了解 所以77的名字都給他寫出來 他將77個人的名字全部寫了出來 當然我們也相信 基殿不可能跟他抓一個 我們相信基殿不只抓一個而已 一定要多抓幾個交叉比對才會知道有漏網之魚 一定要多抓幾對呢 將他們交叉比對之後才知道是否有漏網之魚 再來你想我們人齁有一點很不好的這個心態 人有一個很不好的一個心態 基殿問這些人要做什麼 基殿問這些人要做什麼呢 我之前知道他基殿走的什麼他就在那裡避免啊 我們知道當時基殿離開這個地方的時候 他是翻臉離開的 現在問這些人一定是要回來保護嘛 現在問這些人的名字一定是要回來報復的 啊這過去什麼啦 對我不好的 我這個名字一定要把它拿起來 過去誰對我不好的 我就會把名字列舉在上面 他就算沒有在做中路做修理 我問的在後說他有 就算他沒有當首領長老的 我也硬說他是 對啊 對啊 所以我們現在說的 在戰爭中間的一個環節 我們說戰爭當中的一個原則 寧可撤殺一萬 寧可撤殺一萬 不能放過一個 也不可放過一個 所以我相信基殿一定不是只有抓一個 所以我相信基殿應該不只抓一個而已 一定會抓一個整個 來 名字都把我寫出來 一定捉拿幾個 請他們把名字全部寫出來 嘿 啊那寫不出來你就不用回去了 如果寫不出來你也不用回去了 所以你這樣把它撥下去 好 他想盡辦法一定所有的都要去把它撿出來 在這種狀況之下呢 他一定想盡辦法把所有的名字給寫出來 沒寫出來 我還不能回去了 如果沒有寫出來就換我回不去了 所以我們說的 自古以來的人都是這樣 所以自古以來的人都是這樣子 保存自己 比較是重點 寧可保全自己才是重點 啊純的白人啦 在基殘齁 那都是他的名文 別人基殘落魄 是他的命運 嘿對啊 什麼時候我拍文要去弄抓到啊 誰叫我呢 運氣不好被抓了 所以 人給我拼了 我沒辦法 我只有這個齁 所有的名字都把你寫出來 能逼迫我 無可奈何之下 他就寫下這些全部人的名字 欸 所以我們知道 將來拼拼念教的時候 所以我想 我要說 將來逼迫林道的時候 欸 我們這家有在祝福說 來你們教會有哪些人 我們這些有在聚會的人 被詢問說 教會有哪些人的時候 欸 你都命把我寫出來 你都把名字給寫出來 蛤 所以為什麼 馬太福音24張說 啊 補法的事情 情感人的愛心 會漸漸冷淡 所以在馬太福音24章說到 不凡的是增多 人的心 卻失落了 欸對啊 你問口徑的什麼 你 色彩的傳播都寫寫出來 說 你實在有夠不好 我對你不錯 你說 人名都把我寫出來 我平常帶你不保 你在那種狀況之下 卻連名字都把我寫出來 蛤 所以齁 人的愛心就是冷淡 人的愛心就此冷淡了 所以這個年輕人 當然他是逼迫的 當然這個少年人 他是在受逼迫的情況之下 欸 但是你要想 他如果臨死不屈呢 哇 今天也沒有辦法 如果當時這個少年人臨死不屈呢 今天也無可奈何 但是呢 總是 沒那麼多臨死不屈的人 也沒有那麼多臨死不屈的人 所以基電很簡單 就把這個口徑都拿到了 而 基電很簡單 就像這些名單給拿到了 喔 所以後面 就是要拿到基電的報復 後面就會提到基電他的報復 喔 我們可以先講到這裡 早上分享到此 笑死 一同唱詩 詩 四百三十七首 四百三十七首 谢谢大家